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柯丽菲老师 小蟒蛇等着你上课 好 我们这一节要继续来谈谈蓝拍 那各位还记得我们上一节课介绍的三个正列吗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入程式了 那首先我们程式要做宣告 我们要告诉Python说 我要拿取蓝拍的这个模组来用 那在程式中我们会将蓝拍简写成MP 好 这时候我们设定了ABC三个正列 那第一个是一个一维正列 第二个是一个二维正列 第三个是一个三维正列 那我们透过Print的这个函式呢 我们就把它印出来 好 这时候只要执行RUN 我们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好 那这三个正列因为非常的简单 但是如果我们在程式里面 遇到比较复杂的正列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得到它的维度 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指令 来告诉我们它的维度 好 首先这三个正列 各位都会知道我们的判断 这一个中括号一维正列 两个中括号二维正列 三个括号三维正列 那我们的程式只要写上 A.N dimension 那就可以读出它的维度来了 所以我们输入了这三个指令 然后让它执行 我们就会得到这三个正列的维度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形状 那我们只要输入N.ship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正列的形状了 好 那一样我们让这三个程式来执行 我们就会得到第一个正列有四个元素 第二个正列的第一层里面 有两个一维正列 所以二 每个一维正列里面有三个元素 所以是一二三三个 好 那这第三个呢 一样它会有三个二维正列 每一个二维正列里面 只有一个一维正列 所以这中括号里面 只有一个一维正列 那这个一维正列里面 会有三个元素 好 那我们要知道它的size有多少 就是个数有多少 好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程式来读取 那好 那各位在老师还没有 让它乱出结果来呢 你是不是可以在内心先试着想想看 它的答案应该是多少呢 所以呢 四 六 九 那不知道你答对了没 如果呢 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建置一个二维正列的时候 这里面这两个一维正列的各数 元素各数要一样 就是这两个一维正列应该要不是都是三个元素 不然就是都要两个元素 那如果我们现在输入不一样 它的结果会怎样 我们来做这个测试 好 来我们来把这个我们现在打的这个正列列印出来 结果我们发现它只有一个中括号 那根据我们刚才一个中括号 它会是一个一维正列 所以我们建置的这个二维正列没有成功 它并不是二维的 那在这个一维正列里面呢 就出现了两个元素 一个是一二三的列表 一个是四五的列表 好 那这是我们来读取它的维度 那根据我们刚才的判断 它应该是维度为一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果然维度为一 然后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形状 它应该是在这个括号内有两个元素 有两个元素 那它的元素个数就是两个 好 那所以我们要建立正列的时候 那各位要特别注意 它的个数一定要是一样一样同阶的正列 才能再往下一个维度来做建立 那接着我们要来看看 揽拍中有哪些置鉴的函数呢 那这里老师举了四个例子 这个empty从英文的名字看来 好像是空的 实际上它指的是一个随机 随机出现的一个正列 它的元素会随机出现 那一维正列内 我如果在这个地方填入了三 就是这个一维正列里面会有三个元素 那二维正列呢需要填两个数 这两个数指的就是 它由三个异维正列所构成 每个异维正列里面有两个元素 那各位是不是想到了呢 这就跟我们的shape的表示方法是一样的 好 那如果今天是zero的 zero的这一个函式的话 那就是所有的元素都是零 那如果是1的话呢 就是所有的元素都是1 那至于range的话呢 arrange的话指的就是连续资料 它会有连续12个资料 不过它一定从0开始 所以从0开始连续12个呢 就是01一直到11 那至于这个二维正列呢 它就是要把它分成四个异维正列 每个异维正列内有三个元素 那这个就将12个分成两个二维正列 每个二维正列有两个异维正列 每个异维正列内有三个元素 好 那我们实际来看看 程式要怎么写 一样我们先做宣告 好 那这里呢 我们就打进了三个empty 随机出现的正列 好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 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好 那出来了 所以这随机出现 那各位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三个有三个元素 那太小了 现在老师把它放大来看 好 所以第一个数呢 4.24399158 后面指的是乘以10的 负314次方 所以这是一个科学记号的表示方式 那我们说因为它随机出现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它会出现什么数字 我再重跑一次 就不会不见得会是这些数字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二阶出现了0 三阶出现 三尾的函数出现了 也是科学记号 也是科学记号 所以它也是一个 它也是一个6点多 乘以10的负307次方的 一个这样的数字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y 那按照我们刚才 0的话就是所有的元素都是0 好 那我们一样让它来执行 所以这个执行完了 我们的第一个 一维的阵列列三个0 二维的三个一维阵列 好 那三维的也是一样 好 那同样道理 我们来看once的呢 那就是所有刚才的位元都变成1 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一个 orange的12个 那我们刚才我们预期 第一个会出现的是 0到11 0到11的一维阵列 好 所以我们执行完出来就这样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们像要把它分成 三个一维阵列 每个一维阵列会有四个元素 好 那我们让它执行看看 好 这时候电脑执行出来的 从0开始出发 然后它依序把它分成这样子的阵列 好 那下一个我相信 再还没有出来 各位应该有图像了 它会是四个一维阵列 每一个一维阵列内会有三个元素 好 一维阵列 那第三个呢 它会是一个三维阵列 里面会有两个二维阵列 每个二维阵列内会有两个一维阵列 每个一维阵列内会有三个元素 就跟我们的预测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来统整这些阵列的 shape就是形状 好 那我们刚才说的 在这个自建程式后 那填的呢 就是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 好 那老师再举例一个说明 这个就是由三个异维阵列 所构成 每个异维阵列内有两个元素 那size呢 就是它的个数 那现在各位没有看到阵列 可是你可以透过shape来做计算 3乘2等于6 3乘2乘4等于24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它其中的个数了 谢谢各位同学这节的观看 那一样 小蟒蛇还是在下一节等着你